做准分子激光手术 术前是要做一定的准备的 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准备 也有一些呢 就是需要来医院做的一些检查 像我们自己准备的方面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身体状况 保持在一个好的状况下 避免就是感染呀 或者是女性不要再哺乳期 不要再一些认诚期进行一些体检 还有呢 就是戴隐形眼镜的患者 要停戴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 戴硬质塑醒镜的患者呢 要停戴三个月 再来做我们这些检查 相应的呢 做检查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要查的项目 它有一些很多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要进行一些筛查 把一些不能不能坐手的情况 来给它去除掉 做眼压检查 做一些角膜地形图的筛查 筛查掉圆锥角膜 还有呢 就是做一些角膜厚度的检查 查查我们这个眼睛的角膜厚度 有多少适合不适合做手术 要进行散同验光 以确定我们最终的度数有多少 如果度数比较高的情况下呢 我们要和患者进行详细的沟通 还有呢 就是要进行术后的一些眼部的检查 由大夫来查 你眼睛有没有其他的病变 比如说炎症啦 有没有其他的眼病 清光眼啦 白内障啦 这些情况都是要筛查掉的 详细的查眼底 如果眼底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进行一些治疗 相应的治疗 在其他情况都治疗好了以后 我们再做一些检查 再做一些治疗